万圣节迎接西方的鬼节 传说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最怕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作怪的死神萨温和鬼魂会来到人间 汤姆快回家 比利催弟弟 因为天色快暗了 人家想玩吗 贪玩的汤姆没注意到时间 走吧 爸爸妈妈会担心的 比利拉着汤姆回家 约翰 今年我们很幸运 大麦又丰收了 汤姆和比利的妈妈收拾庆祝丰收仪式的东西 是啊 感谢太阳神保佑我们全家人 爸爸感激地说 每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会举办庆祝分收的祭典 表达他们对太阳神的敬意 因为太阳神让他们的谷物分收 足以支撑即将到来的冬天 这个祭典象征一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 虽然是庆祝的日子 但也是死神力量最强的一天 真不该答应孩子外出的 妈妈很担心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比利兄弟在天黑前回到家 孩子们 快把门窗关好 爸爸随手 灭了炉火 传说这一晚是鬼魂寻找替死鬼的大好时机 天越来越黑了 孩子们把面具戴上 这样鬼魂就不会找上你们了 妈妈 我们还要发出怪声音吓他们 对吧 比利提醒大家 在十月三十一日晚上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为了躲避鬼魂 会把家里的炉火灭了 营造阴森的环境 并故意打扮成鬼怪的模样 发出可怕的声音 企图吓走鬼魂 夜渐渐地暗了 死神的脚步近了 后面跟着一群鬼魂 人呢 怎么都不见了 死神找不到一个人影 奇怪 怎么感觉鬼魂多了许多 死神不晓得 人们聪明地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 发出狼嚎鬼叫 鬼魂以为这一次可以找到很多替死鬼 但是落空了 逐渐地 天色亮了 死神和鬼魂只能拜信而归 等待下一年 第二天 十一月一日早上 人们高兴地躲过死神和鬼魂的纠缠 互相道贺平安 万圣节 Halloween 这个词汇是万圣节前夜 Oh Hallows Eve Oh Hallows Evening 的缩写 从十月三十一日开始的三天庆祝活动 代表冬天将要来临 有人说万圣节是夕阳的鬼节 它来自死神的节日 萨温节 共有十月三十一日万圣节 十一月一日诸圣节 十一月二日万灵节三天 万圣节很像中国的中元节 诸圣节是纪念殉道圣人的节日 而万灵节则是追思过世亲人的节日 以前人们遇见灾难 会戴上鬼怪的面具 或用动物的皮毛打扮自己 希望恶灵认不出来 或被鬼怪的面具吓走 慢慢的 万圣节变得不可怕了 孩子喜欢穿上鬼怪的衣服 尽情玩吓人的游戏 乔治 请你快一点好吗 眼看皮耶 他们都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 来思不停地催哥哥 好 我来了 乔治他们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 戴上稀奇古怪的面具 希望自己创造的鬼样子 会吓到一堆人 孩子们提着南瓜灯 拿着放糖果的桶子 站在邻居布朗先生的家门口 敲门 他们撤开喉咙 大喊 不给糖 就捣蛋 小鬼哀家哀 互敲敲门 巫婆 一护一门 按电铃 无论打扮多恐怖 大家都会给你糖 南瓜灯传说从爱尔兰开始 原来是用白萝卜制成灯笼 照亮路面 后来随着爱尔兰移民 到美洲大陆 发现南瓜比白萝卜好用 才改成南瓜灯 布朗先生赶紧打开门 看到乔治他们吓人的模样 故意做出好害怕的反应 顿时间 小朋友被逗得哈哈大笑 布朗先生准备了好多的糖果 高兴地送给小朋友 不给糖就捣蛋的习俗 来自爱尔兰 人们扮鬼哀家哀户要面包 蛋糕 这些面包蛋糕 原来是要给鬼魂吃的 象征好运 和可以从地狱出来 过了一些时间 糖果就代替了面包蛋糕 成为万圣节的主角 讲完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